好吃去乃兒 今天和大家吃一吃不成的日本菜 這間叫做百花 在姜兒的附近 人超多 不記得訂位 我們等了九個字才能進入 不知是否真的這麼好吃 姐姐你坐我的位置 有花生才可以坐你 沒有花生 可以坐你 菜單非常全面 有串燒 串燒不是隨便幾吋 雞的不同部位 肉和菜都有很多款 居酒屋的小食 不過我發現這些小食 以炸物為主 另外我很喜歡吃的刺身 這裡的款式也算多 可惜沒有海膽供應 本身特意上來試試 究竟可不可以 這個評判我準備點了 捲物看上去也不錯 另外還有燒物 鐵板之類的熱食 我都準備畫一個鐵板熱的 又看到有炸物 所以我想應該是主打炸物 所以決定是炸蝦 麵類這些 他也有很多選擇 刀也有熟有不熟 但經過我一番核數下 我就發現 這個雜錦刺身刀 是最底的 所以叫這個 我們覺得 怎樣也要試試他的手捲 小米喜歡吃軟鶴蟹 所以我們就找了個軟鶴蟹手捲 看看他覺得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味道環 即是他的材料都很豐富 好吃嗎 我聽到很脆滿的聲 好吃嗎 太鹹 可能是鮭魚 其實是有料 那那個炸魚蟹好不好吃 好吃嗎? 一粒都可以很小粒 可能這麼容易熟 雞肉好不好吃? OK 熟 很大粒 這粒很大粒 這是刺身丹 來到這裡有驚喜 因為實物比照片更豐富 這是吞拿魚魚腩 夠油脂 好吃 三文魚魚腩 他們說夠肥 帶子鮮甜 可惜整個刺身湯裡 飯生骨 但刺身確實是羊羊都很好 吃完刺身當然是吃壽司 我看到這個套裝 就準備試試看 你再看看 讓我發現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沒有海膽 我即時反應 員工都非常好 叫他的主管 他便說 如果你不滿意沒有海膽 我立即和你退單 所以結果我們便選擇退單 反而叫了一個帶子和蝦壽司 其實它的尺寸是不錯的 它的刺身也是新鮮 不過也是可惜 飯全都是生骨 吃完生食 吃熱食 叫了個炸蝦天虎爐 它來到便會覺得氣勢不錯 隻隻很大隻 裡面的蝦也是大隻 外面也夠脆 不過可惜咬下去 因為油裡面確實多了一點 嗯 如果我下次吃的話 這個炸蝦便未必再點了 有得吃便當然要喝了 啤酒我不適合 而梅酒讓我發現 它的糖分很高 所以比其他酒類的熱量多一倍 所以慢慢都開始戒了 唯一可以選擇 就是開始學喝sake 但是坦白說我不是太懂 所以我叫了一些散裝一糊糊的 好味才再叫 它就介紹了我們這個 它就說比較易入口 確實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錯 日本食物裡面 鰻魚都是我最愛 所以叫了一個鰻魚非魚子卷 它的鰻魚是夠厚的 皮有點脆 所以它這個是好吃的 如果飯沒有硬的話 它真的完美了 鐵板就來了 它跟我說 最多人叫是炒雜菜 來到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原來它的豬肉有點碎濕濕 不過味道也是好的 我會再點的 這個刺身丹實在太划算了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點多一份 最後三個大人埋單 324元 誰知道來個代反轉 因為當我們埋單的時候 有個經理來問我們 你覺得這一餐的感受如何 我們覺得它很誠意地問我們 所以我們很如實地匯報 其實你們的飯有些生骨 其實也很好 結果它就即時 說不好意思 就給了個九折 最後還送了三粒雪糕 好了 又到小米與花花評分了 食物質素確實有8分 除了飯生骨之外 基本上由串燒刺身 你會吃到它的食物 是真的有質素 是新鮮食物 它很肯讓你吃東西 而環境沒有特別 叫乾淨整潔的有7分 服務為何有9分 是因為我們覺得 他們會很願意聽客戶的意見 例如 咦?我們反映為何壽司拼盤 沒有海膽 它會即時被我們選擇不要 甚至乎他即時跟員工說 如果別人再叫海膽 你一定要提一提他 第二次叫刺身當的時候 沒有海膽 他都會即時提我們 那我就覺得 他們真的很有進步 所以他的服務真的得到9分 而回頭到為何只有7分 因為確實不是很便宜 如果以這個價錢的質素 也是可以吃一下 今天好食它奶兒 就去到這裏 如果有些地方你又想吃又快就上海 麻煩你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去幫你試一下